将机车围停在红线上 被陷入远警发现的上前盘查 被想到对方却恼羞承诺 不断对远警叫嚣 甚至还出言不训标章话 让原本好声好气的远警 也忍不下去 要将男子依妨碍公务侦办 被想到对方却变本加厉 出手试图殴打远警 带你来听一段警方的追行说明 不断挑衅 捕入 谩骂远警 而发生肢体冲突 造成远警 眼镜 密入器损坏 当场依妨碍公务罪前将徐男逮捕 事情就发生在3月2号 当时台北市中正区远近 在巡逻时 发现徐姓男子骑车载朋友 围停在巷弄内红线上 上前要开罚 没想到发现对方 其实是无照驾驶 双方还因此爆发冲突 说警方也将闹射徐姓男子 以法侦办判处有期徒刑三个月